《伤势宠妃2》正在惹播 第二部除了原版人马外 还增加了许多新的角色 观众们都十分担心 曲小谭和墨连城的感情问题 但没想到 两人情感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竟然是上一部里的反派 曲潘儿 最新剧情里 小谭开局就失去了记忆 刚和墨连城好了没几天 就又被坏人陷害回到了冬月 在冬月 小谭遇见了过去的墨连城 却一直以为他就是现代的那个 闹出了许多笑话 而现代的墨连城 实际上却以谋视流伤的身份 陪在小谭身边 小谭穿越后 身体本来的主人跟大王爷墨运怀情投意合 所以看到小谭和墨连城关系变好 墨运怀十分着急 一心想着要把小谭给夺回来 而去小谭的姐姐曲潘儿 也对墨运怀有特殊感情 小谭墨水就是恶毒的曲潘儿 一手策划的 小谭醒后 因为灵魂已经变了 就没计较这事 却没想到 因为这次善心 最后样成了大祸 在第一部里 一个墨连城就已经让小谭吃不消了 别说现在多了个墨连城 小谭很快就彻底爱上了墨连城 而两个墨连城最终为了帮助小谭 躲过魔地的厮杀 便在流行水帮助下将灵魂融合 小谭得知真相后非常感动 不久便接受墨连城的求婚 被八台大教取进了八王府 墨运怀因此心里十分痛苦 曲潘儿看在眼里心生忌妒 开始给小谭不断使坏 小谭婚后不久就怀孕了 因为第一个孩子没有在身边长大 小谭十分内疚 便对这个孩子倾注了许多爱意 两夫妻对这个孩子处处小心 曲潘儿看着十分眼红 竟在小谭怀孕四个月的时候 往他的饭菜里加了堕胎药 导致小谭流产了 墨连城失去了